大家好 我是香港物流商會主席鍾鴻卿 很高興今天我參加GS1HK一帶一路的論壇 其實今天的主題是促進貿易和物流方面 在大灣區的發展 在大灣區的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也牽涉到不同的地方 包括東南亞國家 香港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氣氛相當好 為什麼呢 我看到除了物流業界 也有資訊科技界 以及標準化的委員會 以及國內一些領導也來參加 我也很高興看到有不同的國家的領事 包括一些東盟的國家 好像柬埔寨 甚至比利時的領事也有成力參加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高層次的研討會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都很積極去探討 這個一帶一路的政策 在香港方面的推進情況 是怎樣可以爭取這個機會 我作為物流業界其中的代表 我們也很希望這個一帶一路的政策 在城駐 現在在港珠澳橋 或者高鐵通車的基建落成之後 大家的生活或者工作時間縮短了 在經濟上會帶動到匯約 在貿易甚至物流方面 也會有很多新的模式出現 尤其是在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大家都希望在物流方面 怎樣可以運用這個大橋 其實國家方面也有很多政策在推行 包括在大西南開發 以及南向通道方面的開發 我們物流業界也很積極去探討這個商機 希望藉著國家的政策 在香港一些基建的落成 以及在物流業界大家的團結 以及在貿易方面的業界 大家一起配合 怎樣去探討一些新的商機 去把握商機 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活躍